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的环节 会和大家跟进港股和内地股市的情况 先跟进 先上证指数跌了49点 半日收报在4860点 深证城市跌171点报17313点 至于护参38指数下跌63点报5098点 暂时三大指数都要全线下跌 跌幅方面介乎在0.98%至1.23% 先跟进内地股市方面的走势 昨日IPO认购高峰期 昨日是第一天的 今次数量非常多 第一批有23石IPO 相关的资金冻结金额高达8万多亿 人民币的记录 除了IPO方面收紧的流动性 但看到指数方面都很难触摸 因为大家都在怕收紧流动性 但突然指数又冲到4900点 这个关口 又有阻力了 现在又回到49点下来 去到4860点的位置 昨天都以为很快就上到5000点了 但又好像有阻力 究竟现在那个势头是怎样部署 大家是否看着一个重大的消息 就是MSCI指数方面 会不会流入A股呢 如果你说看回本身 今次A股的走势上 要留意一些传闻的时间点 昨天A股在临尾市 大概一个小时 就冲上去 升了80多点 4900多 所以今早大家看的文章 其实我们都看到 大家又看着5000点这个大关 但就要留意一件事 其实为何升80多点 就是传闻说 就是本身人行推出了1万5000亿的PSL 这个流动性 传得很行的 看到资金一听到传闻 就先冲进去 但隔晚的消息 大家都很清楚看到了 就是人行 就足以将它所有PSL 就是以往做开的流动性动作 就一次过公布出来 其实5月份 就只是做了2600亿左右 15000亿和2600亿 那个落差就相当之大 所以其实对于市况当中 其实原先是在冲敬 因为本身有些人在估计 就是说有这么多IPO 其实人行都可能会放一些流动性出来 去舒缓一下 但其实实质地没有做到这件事 但我们都行而见到 就是PSL的利率 就真的降了下来 现在是3.1个百分点 比起之前那些另外的 MLF或者其余的流动性的指标利率 3.5%又降了下来 很明显 这个PSL的动作 或者是一些MLF的动作来说 其实人行都想的息率是调低的 对于股市层面 或者整体的借贷层面上来说 是一个利好消息 但由于幅度上来说 从落差这么大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如果结合了 你已经是第二天的IPO的新购 那些资金锁了这么多 其实都见到的跌势是回来的 所以如果你说看上证指数来说 你说是否这么快可以上到5000点呢 当然我不敢担保了 当然是 你看到 经过了一轮申扣之后 其实申扣到一段日子 资金放出来 就是说下个星期未倒 其实资金又可能会涌入市场的了 但你说今个星期 是不是这么快可以上到5000点呢 我会有少少保守的态度 看看人行自己的 定立标准 或者是政策面上会做什么 暂时去看 指数 上证指数这边 会在498点以下 作一个挣扎先的 谢谢Harry 我们之后就转下话题 看看港股方面的表现 恒指在劲价时段高开249点 开始之后 反复向上 现在都保持着升势 升203点 报27670点位置 另外国企指数下跌76点 报14124点 大肆成交金额有836亿 今天焦点 我想都是落在场地 介绍形式上市 但我们先跟进 就是港股的表现 来到这个位置 有什么要留意 27670点 似乎近日 这个成交金额 不是很对板的 究竟有什么因素 还可以带动到 港股向上冲呢 如果你说港股来说 我会觉得 除了A股之外 就结合了一个外围的因素 又是希腊了 说了很久 不如希腊快点有个决定 是走也好 是留也好 所以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要留意 今个星期是月头 看一看就业数据 究竟对于加息的看法上来说 资金又会暗兵不动 看一看 究竟会不会突然出 一些很厉害的就业数字 其实大家有个心理预备在 所以对于港股来说 除了中国的因素 也会有外围的因素在那里 今天的港股 我会觉得 那个主星的态度上来说 是比较重一点的 因为其实就见到很多的 特别是资源类别股份 开始追回一些落后的 当然指数的变幅上来说 有只场地在那里 大动了气氛在那里 所以指数 我们见到 其实你看一些内地的文章 或者本地很多市场 很多投资者的一些 Blog里面都会说到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要恒指 站稳28,000点 上证要5,000点 这个我觉得是有少少冒断的 但是气氛上面 就有多影响港股的走势 所以这一阵来说 我会觉得 就算上到近28,000点 我相信会有一定阻力回到 大家除了看港股之外 其实就一定要看外围的因素 这方面对港股来说影响很大 好 之后我们都和大家跟进 港股方面看看蓝筹的表现 回控升两毫半指 报73.8 中移动升超过百分之一 建行跌五仙 公行跌一毫 中国银行跌三仙 港交所跌四毫 五国寿靠稳 报36.7毫半 友邦升五仙 腾讯升个一 金沙中国跌两毫半 长和跌两个一 五身地方面升一毫子 九仓升三毫半 中海外跌一毫 滚之地跌一毫半 中海油升两毫八 中石油升两仙 中石化跌两仙 坤匀能源升八仙 中海神华升五毫一 升幅有2.6%左右 由长和分散出来的长实地产 即长地 以介绍形式上市 有市传说有机构性投资者 在长岸暗盘市场用每股 61至65元入货 似乎券商都看到 场地方面的前景都比较乐观 好像德银方面 就给他一个码评级 12月之内 目标价更加可以达到88元的位置 另外 Draffis方面 亦都给他一个码评级 目标价80元 所以都见到 其实都挺刺悦的 这个股份 今天来说 一定是活跃的股份之一 今早早开始报70元 这支Pino1113的长实地产 现在在74.35元 麦后市是否看得这么好 这支纯地产股 初步来说 应该是最热 大家都会全程关注它的表现 暂时你的目标价可以去到哪里 暂时来看 要上80元的机会都很大 现在现阶段 大家对于长实地产股份 未必完全看前景那么多 今天那个升势 就纯粹是在炒NAV折扬 我们见到 本身 大行的估计 跟自己长实的估计上来说 落差很大 因为本身 本身的NAV 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 是60多元 但是这次 德银也好 Jeffries 或者其余的大行 其实他在看的场地 那个NAV 其实已经去到100多元 他打回NAV折扬20% 所以得出到大家所见到的目标价 大概是80多元 我见过很多行刊 这样写的 所以看到 大概派出来 当你手持有长和 派出来大概值50元左右的一个 场地 其实今天的升势很厉害 所以今天的指数 你见到是有点扭曲了 但是这支1113的场地来说 已经贡献了 恒指220点的征服了 因为它升了整 如果你计算50元 现在又报74元 升了20多%上来 所以这个形势上 观众如果你是 换住 长和而分到这支1113 我建议你可以先 保留它 看看它会不会上到80元 这个纯粹是炒NAV discount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观众你是未持有 不妨往往 因为始终已经升了很多 距离一些大行的目标价 或者是 NAV的折让幅度来说 已经开始收窄了 所以长实地产来说 前景 其实就不会说有一个 太大的问题在这里 但是 可诉讼性 和一个可想象的空间 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 长地来说 我会看一个比较中正的评级 好 知道 谢谢 Harry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1点钟左右 再和大家跟进大事的表现 教训观众不要走开 最后这一只 场地有没有炸主的 没卖 好 谢谢你 稍后再谈